全红蝉在今年的奥运会上一炮而红 这位年仅14岁的天才少女参加了10米跳台单人的比赛 在单人项目上全红蝉面临的对手实力都比较强大 但是没想到全红蝉一起绝成最终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 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全红蝉站上世界之巅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全红蝉作为奥运会冠军的获得者能够得到丰富的奖励 我汽车厂商就曾经表示要给每一位获得奥运会冠军的选手赠送一辆价值50万元的豪车 全红蝉作为奥运会冠军选手 他能够得到一台属于自己的豪车 在众多的奥运冠军纷纷前往现场领取豪车的时候 全红蝉却一直没有什么动向 原来全红蝉忙于训练并没有去领自己的豪车 但是汽车厂商却非常善解人意 他们将这辆豪车送到了全红蝉的家里 近日大家发现这辆豪车开到了全红蝉家的门口 全红蝉的爷爷赶紧出来迎接 全红蝉的爷爷盯着这一辆豪车看个不停 看得出来老人家面子上非常有光 从全红蝉爷爷的表情来看 老人家显得非常开心 毕竟他在村里是非常有面子的 不仅仅因为孙女得到了一辆豪车 最关键的是孙女拿到了奥运会冠军 获得了巨大的荣耀 这才是最重要的 能够看到孙女获得这辆豪车 全红蝉的爷爷显得非常开心和骄傲 全红蝉作为一名跳水运动员 他的目标就是冲击冠军 全红蝉或许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这么丰厚的奖励 他是真的热爱跳水才会从事这个项目 所以大家希望全红蝉能够继续加油 争取能够在的大赛舞台上 向着更多的冠军发起冲击 继续书写新的记录 创造更多辉煌 全红蝉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对于年轻的全红蝉来说 未来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因为十米跳台这个项目高手非常多 全红蝉如果想要保持这样的好状态 必须要继续加油 大家有理由相信 年轻的全红蝉一定能够在这个项目上走得更远 相信全红蝉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帮助中国跳水队拿到更多的冠军 收到还有百分之一 未来的更多的冠军 是十亿有很多的冠军 水队拿到更多的冠军 什么ACK